别生气嘛 咱有话好好说啊 不就是依人姐昨天跟李哲约了个会吗 不是约会 只不过就是见了个面而已 不是我说啊 你这吃醋的频率 未免有点太快了吧 小心 对身体不好 你闭嘴 我闭嘴 又是你吃醋 哥 喜欢一个人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完全不要这么抗拒 再说了 如果你实在表达不出来的话 你用行动表达也可以啊 我相信依人姐肯定会明白的 要知道 嘴巴除了平常说话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 你知道是什么吗 像你这样胡扯啊 是接吻啊 大哥 我要靠在你耳边 亲吻着你的脸 我对你的爱恋 就是服服帖帖 温柔的缠绵 你没病吧 算了 算了 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一句话 要不要我去帮你打探一下徐亦然 到底对你有没有意思 不行 你就傲娇吧你 早晚有你打脸的一天 千万 这么借我 这么借我 各个人 你之前在萌帝吗 你一会想吃什么 我提前去超市买 除了这个 没有其他想跟我说的吗 你说哪反了 还有呢 我昨天是去见李哲了 他说让中介帮我找房子 可我真的不知道 那房子跟他有关系 找房子 李哲 你就这么着急 要搬出去吗 我家到底哪里不好 不是我要找 你家哪儿都好 可我也不能一直赖着不走 又没人敢走 难道比起我 你更愿意接受李哲的帮助 我为什么非要接受谁的帮助不可